这女孩胖了20年了 好不容易找了个对象 结果却是骗她买减肥药的 钱一到手就把她甩了 女孩一气之下 直接吞下三罐药 结果中毒被送去急救 医生想把她抬上床 结果三个大男人齐立上阵 女孩依旧纹丝不动 医生想把她推过去 但根本不管用 女孩名叫小美 别看她这副模样 却是韩国当红大哥星的幕后代唱 因为小美优越的嗓音 弥补了不会唱歌的女星 虽然只是个幕后代唱 但在演唱会上 她也在后台一蹦一跳 摆弄舞姿 结果 演唱会结束后 女星跑去和帅哥制作人求点赞 可对方却直接掠过她 主动抱起了小美 不停对她续寒问问 生怕她刚刚摔伤 小美开心坏了 难道爱情要来了吗 隔天她收到一条红裙子 居然是制作人送给她 让她参加庆功宴的 谁知小美穿着裙子去到现场 她能三层游泳圈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待了 这时女星也来了 对方居然穿着跟她一样的裙子 这制作人也太心机了吧 左右两边一胖一瘦 简直就是血淋淋的对比 小美内心无比伤心 她连忙借尿盾 躲进公用厕所 可这时制作人和女星也来了 结果制作人 却暴露了自己真正的心声 原来她一直对小美这么好 都不过是为了赚钱 因为女星人气高 却不会唱歌 她只能讨好小美 让其一直留在公司 而听着对方骂自己像头肥猪 隔间里的小美更是捂住嘴 生怕哭出声 回家后 她用胶带封好门窗 接着打开煤气 躺在床上打散自尽 忽然小美转头一想 为什么不去整容 这样别人不就会喜欢自己吗 整容能让一个女人脱胎换骨吗 确实能 一个体重200斤的女孩 直接化身苗条女神 腰围减了一半 肥老库都能塞进两个塔 路人看她一眼 骑个车都被迷得直接扑街 她去买车 不小心把雨刮掰断了 心里都直呼没事没事小钱而已 反正这破车迟早要赖 刚买完车一上路 她又一走神追了我 司机本来还火气汹汹 结果一看到她的美貌 这时交警来了 虽然也被女孩小美迷得神魂颠倒 但还是得执法看看她的驾驶证 可照片上200斤的她 跟小美现在简直不是一个模样 随后闺蜜跑来接人 谁知对方却以为旁边躺着的是她 失踪一年 咋的就变乞丐了呀 接着小美亮出跟闺蜜一起闻的纹身 这才让对方相信自己是本尊 身为唱片公司职员的闺蜜 表示在小美消失的这一年 女星因为没了她的代场 整个人气瞬间没落 而听到公司还在找新的代场 小美更是去参加了选拔 随着那惊人的嗓音一场 制作人直接拍板要她了 火速为她取了一名珍妮 拍摄宣传广告 还以全天然无准龙美女来介绍她 趁着和制作人单独吃饭 小美问对方能不能接受女孩整容 想打她的人扣个衣 很快珍妮的第一场演唱会来了 初次面对这么多观众 珍妮还有些胆怯 谁知她一开口 不好意思 唱错歌了 观众开始面露男色 就连制作人都一脸尴尬 只见小美鼓起勇气 唱出了那首快智人口的名曲 千万别和美女坐一个电梯 男人只是打量了下她 小美就直接甩了她一巴掌 按在地上不停摩擦 这时电梯门打开 是制作人来了 对方连忙阻止打斗 接着撕烂小美裙子弄乱她的头发 随后掏出钱包 交给男人封口费 这样一来 小美反倒成了受害者 男人都傻了 心情像极了你第二个表情包 而由于小美是韩国最红的明星 制作人更是邀请她享用烛光晚餐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制作人打算直接上来 她一伸手 别摸 硅胶会掉 这里也不行 填充物会乱 你压的到底是想怎样 小美连忙把她拉到录音室 还将自己的丝袜丢了进去 接着两人隔着玻璃 小美用歌声哄着对方入睡 可等到自己睡着 醒来后的制作人 却发现她在玻璃上画下的符号 居然跟小美胖子时期 在谱子上画的符号一模一样 制作人结合之前小美问自己的整容看法 她立马明白 眼前这个瘦身美人 就是当初自己百般嫌弃的胖妞 隔天制作人找小美谈话 表明自己已经知道真相 但明天还有演唱会 她为了赚钱 决定向老板隐瞒小美的整容秘密 听着自己这是个商品 小美伤心欲绝 主动跑去和老板请求解约 而老板则拿出合同 让制作人赔付赔偿金 但她却徒手砸烂杯子 用合同擦干血液 表示这波大钱 老子赚定了 而在隔天的演唱会上 小美依旧忧心忡忡 制作人走过来告诉她 演唱会正式开始 小美缓缓登上舞台 可看着热情的观众 她却满脸焦虑 就连伴奏开始了 她都久久没有演唱 谁知小美 却直接将自己的整容秘密 全部爆出 虽然自己曾是一个胖女孩 遭受了很多冷嘲热讽 可现在整容了 又因为保住名誉 连家人都不敢见 听着小美的真情告白 在场的所有人 不仅没有责怪她 反而向她耐喊打气 老板都没想到 本以为会搞砸的一人 居然因做了最真实的自己 瞬间一炮而红 之后公司撤下她真一的名号 清空海报丢掉专辑 以小美本人的名字 再度出道 虽然当初一直暗恋制作人 但如今的一切 也让小美改变了想法 管她爱情不爱情 老娘做自己就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丑女大翻身》 欢迎关注科幻战节 我们下期再见